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綠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綠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多 H-E-A-L-T-H-S-H-O-P-DOT-COM-DOT-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治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是醫食同源片 我知道袁醫生 你今天會和我們介紹一種叫做辣木葉的東西 究竟辣木葉是什麼呢 我一聽都沒聽過 我在Yahoo搜尋了資料 原來很厲害 連Discovery Channel 都在另類醫學指南 曾經報導過 原來辣木 是含有豐富的營養素 是近年廣泛應用的 而在日本還稱之為奇蹟之樹 原來用途有很多 可以用來做動物治療 清潔劑 染料 肥料 樹枝 蜂蜜症化 預防植物疾病 還有很多醫藥的用途 原來已經在很多方面已經在應用中 還有14種以上的藥品 是申請了專利 那袁醫生 什麼是辣木 我們英文叫做Moringa Leaf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相信這些資料 如剛才Diana 隨意在Yahoo搜尋一下 就已經看到這些資料 這個Moringa Leaf 原來在古代已經很出名 直至最近 可以這麼說 是重新再被發現 它是一種多用途的樹 應用方面其實很多 甚至乎是醫學用途 你可以看到 其實很多很多的 我們所用的西藥 其實那個原本 都是由天然的植物 去找出來的 那麼 但是呢 問題就是 一般的西成藥 是因為是要用人工的製造 跟天然的植物 其實呢 就有點不同 也都會有很多副作用 所以我們經常跟大家分析 講解 其實呢 所有的東西都是跟我們自然界有的東西 其實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 包括很多西藥都好 其實是無中生有的 它通常都是由那個模仿自然界的 那麼現在整個西醫界的西藥 早期的藥是由鴉片開始的 大家估不到的 整個西醫的王國的藥物 是建設在鴉片那裡的 那麼 那麼我最近跟大家都提及過 大麻 大麻被很多人誤解了 也都被很多人妖魔化 以為它一種是毒品 第一類的毒品 當然呢 它現在被列為第一類的毒品 但真真正正的 真相呢 其實呢 原來很多天然的草 即是那些 我們叫做野草 其實有很好的醫療功效 好了 那麼 在這個 大家在茶字這時候看到 它也叫做 Horse Radish Tree 辣木葉 那麼大家相信呢 在吃東西 吃西餐 尤其是薑扒 是吧 通常有些醬的 白色的 那麼其實就是 Horse Radish 裡面 是那些融來的 是刮出來的 有一點辣味的 那麼原來呢 這個Moringa Leaf 這種樹 有時候呢 都可以作作一種 取代了 一般廚房用的Horse Radish 那麼現在很被譽為 好像 好像 日本他們 稱稱它 一個奇蹟的樹 那麼現在呢 很可能呢 是屬於一種 其中一種 全世界最有用價值的樹 那麼它呢 就有一些很長的 那些 那些 綠色的Pose 那麼 它呢 就差不多 好像介乎於 花生 和那個 蘆筍之間的 那麼 那麼 那個 那個 那個根部呢 就是可以當 可以代替那個 就是我們平時用的 調味的 Horse Radish 那麼 但是呢 而它的葉呢 也都是一個 營養非常價值高的 蔬菜來的 那麼 尤其它根部那方面呢 是做了 在過去的 坊間的 民間的 弱點呢 是有很大 很詳盡的紀錄的 那麼 那 我剛才說的 那些Pose 就是那個 那個豆 那麼 一串 那樣的豆 那麼 通常呢 就可以呢 就用來煮食用 通常用咖哩煮 那樣 而那種子呢 就吃起來呢 就好像 花生這樣的味道 那麼 炸了之後呢 就可以吃了 那麼它也都 含有很多些 鹼 Alkaloi 所以它就 所以吃的份量 就會有 有局限的了 好了 那麼 通常呢 是這些這樣的 所謂的 豆 那個Pose 通常呢 就是 用來煮熔的 好像一般那些殘豆 來煮的 但是它的 衣是幾硬 有些是木側硬 就吃不到的 那麼 所以你媽媽的 要打開裡面 是吃裡面的那些核 那些種子 那樣 那麼有少少辣味 但也都非常好吃的 好了 而這些這樣的種子呢 如果用來炸呢 就炸出一種叫做BEN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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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種的油呢 通常呢 就是 啊 不是那麼容易乾的 那所以很多時候呢 是用在那些機械 滑滑 滑有用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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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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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皮本身呢 是一種松木質的樹皮呢 它就有 會產生一些的 我們叫做 金 那些黏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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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油呢 就是 那些味道相當好的油呢 通常呢 就在那個 種子那裡 炸出來的 在古印 在羅馬帝國 希臘 和埃及 的文化裡面 都一直都是 應用在 做一些 香料 或者香水呢 作為保護皮膚用的 那 那麼 那 在 19世紀呢 在西印度那裡 就種植很多 這些 那樣的 那個 那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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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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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印度的医学书 阿尔伯迪的书中提及 原来这个腊木叶 是可以预防三百多种病 我刚才提及了 其实现时的科学 都可以证实这些小小的叶 其实它充满很多营养素 也可以加强我们的身体 以及预防很多的疾病 在传统的医学里面 尤其是在菲律宾、非洲、印尼 这种腊木叶 通常是给一些喂奶的妈妈 可以增加它的奶量 叶就算是干或者是新鲜 也可以加在吃沙律 或者像菠菜来煮熔 或者是蒸的蔬菜 或者加在一些汤、咖喱 或者一些汁类方面 就是当作一种食物 通常这些叶 如果是深绿色的 代表它的质素是好 原来这个植物 辣木叶 差不多在超过82个国家都有种植 也有不同的名字 原来很多的慈善机构 很多整个营养的餐单 那些设计 全部都是围绕植物 很明显是一种很常用的植物 营养价值很好 叫做辣木叶 袁医生人 你刚才提到 辣木叶原来有这么多功能 那还可以用来制成西药 那究竟在医疗上 辣木叶有什么作用 其实在医疗的健康问题方面 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 这种辣木叶的补充剂 是可以减低或者预防的 Alzheimer 你知道是一种老人痴呆症 那大家都知道 Alzheimer 其实是没有得医的 就是我们以前所知的 所以关键是一定要预防 所以这是一种预防作用 它亦有一个很强的抗氧化 可以减低很多的炎症 譬如很多关节炎的问题 是一种发炎的 你会发现 原来辣木叶里面 是被提炼了36种的物质 是有抗炎的作用的 亦都有一种麻醉的作用 那这些叶它本身有一种 有些成分叫做Catine 我们叫做谷类醇 Catine Z-E-A-T-I-N 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 还有有谷类醇 就是洋葱素 这个亦都可以这样说 是减低那些油尼基的破坏 是可以舒缓那些炎症的 好了 另外呢 它一个是 这些蓝木叶是有很多的抗氧化剂和营养素 包括很多的维他命 亚米加三的脂肪酸 那个洋葱素 那个菊类醇 那这个也都可以帮助我们 保护我们的细胞 是预防很多的 就是和我们的老化的毛病 可以这样说 抗氧化 亦都是一种抗衰老的工具 好了 血压方面 我们发现 在实验室的研究 发现它可以平衡 或者减低我们的血压 那 就是 我们知道 在 肝血压里面 有几种营养素 最主要的营养素 包括 脂肪酸 甲 钙 钙 和维他命E 原来蓝木叶 也是 有很多很多这类的营养素 那 亦都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 是制造那些 我们叫做 Nitric Oxide 那 Nitric Oxide 是那个 氧化淡 其实是一种抗充血管 好了 那 我曾经所说 就是 那个 老人痴呃的Alzheimer 是不是 那很明显 这个是 可以补充对我们的脑子和身体的营养 那 它也都可以 令到我们有一种 一种 一种 很安 舒服的 那种的感觉 那种的感觉 可以减低我们的焦虑 情绪 抑郁 和我们睡觉 那类的问题 那 那 很多时候 我们会用这个 在焦虑 和情绪 问题 都应用得着 这一节时间 差不多 等一下回来继续 治疗法与你 我们平时喝的水 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愿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辣木叶 议员医生 你刚才提到 原来辣木叶对暴雨妈妈有帮助 是的 那我们的研究发现 在暴雨的妈妈里面 如果她服用这个 辣木叶的补充剂 营养剂 它那个 乳量 和营养的价值 是会差不多增加 双倍 可以这么说 大家都知道 母乳是婴儿最终极的食物 会比市面买到的奶粉 最近我在网上也看到 很多外面的名牌奶粉 都是用基因改造成分来制造 所以我们如果将这个 这个辣木叶 是加入一个 妈妈的初生 妈妈的食物里面 会令到她那个 那个乳的 母乳的那个 营养价值的提高 它蛋白质和抗氧化都会增加 所以也发现 服用那个 天女 妈妈用的 那个 辣木叶的人 她的乳汁来得更加快 好了 另外 原来 我们发现 那个 辣木叶的 钙 那个成分 是非常之高的 甚至乎是高于我们一般的牛奶 所以 辣木叶的种子 它是一个钙 和维他命D的一个很好的来源 其实吃一点 不需要太多 差不多是好过喝三杯 那些全脂牛奶 你知道了 喝牛奶也有很多 额外脂肪和卡路里的问题 好了 在癌症方面 辣木叶是可以证实 是可以帮助助理癌症 它也有抗肿瘤的功效 也都会帮助 接受中的化疗的人 加强细胞的抵受化疗的能力 那么 胆固醇 大部分人都很害怕 尤其今时今日 吃很多垃圾食物的人 很多人都要面对高胆固醇 那么发现 辣木叶有一种成分 叫做Beta-Cytosterol 这种物质可以阻挡低浓度坏的胆固醇 还有一个很好的抗炎物质 所以 辣木叶是可以减低我们的血管的破坏 令到我们的动物和静物是没有一些血泉 这种问题 好了 辣木叶也会帮助我们一个健康的血液循环的系统 因为它会帮助我们的身体 辣木叶帮助我们的身体 而是可以平衡我们的血糖 即是说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 处理对付糖尿的问题 好了 在传统 当一些人在印度 或者是圣诺 你知道很多这些地方 肋疾这个问题都挺普遍的 原来他们就会用一些辣木叶的汁 汁是混入一些蜜糖来饮用的 再加一些可能椰奶 一天喝两三次 是处理一些蜜质 肚泻这些问题的 那么 辣木叶本身也是一个天然的 即是一个补充精力的 它会 它好处就不是一般的那些营养素 可能令到你的精力高高低低 例如咖啡、糖 咖啡冲一冲击你 就精神了 但一没了 它就变回来 那糖也有这个问题 但辣木叶不是的 它是一个很自然的 能量的补充剂 好了 辣木叶也都知道 可以营养正眼 如果有些人 就是一时的比较弱的 可以将辣木叶 加到食物方面 辣木叶也是一种 帮助我们缩酒的问题 譬如有些人喝醉酒 第二天很辛苦 辣木叶可以在一个钟头之内 将你的缩酒 即是想作呕作门 这些问题 是即时解决的 也都知道 喝了酒 很多时候会导致我们的营养 或者维他命流失的 所以 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可以用辣木叶 的粉 混合一些其他的饮料 譬如果汁 或者草茶 那就可以 早上一喝 就可以立即令到 这个人清醒了 可以立即做的东西 好了 辣木叶还有一个地方 可以帮助我们 处理抛诊 很多实验 发现过 小小的辣木叶的抽取物 就可以加强 我们的抛诊 康复的时间 和减低 它的发作的破坏性 辣木叶也有些 抗微生物的效果 对那些我们叫做 HERPE SIMPLEX 一型抛诊 很有帮助 辣木叶也有天然的 加强我们身体的 免疫能力 所以 如果每天 在我们的饮食里面 都加用辣木叶 可以说是一种刺激 推动我们的免疫能力 过去也是 用在一些 爱之病的病人 那里 好了 辣木叶也帮助 一些失眠的人 通常 他们可以帮助 我们 调理我们 睡眠的周期 辣木叶 原来 也含有 很多 丰富的铁质 所以 如果有些人 是有这些 贫血的问题 那我们 辣木叶 发现原来 含铁质量 是三倍 菠菜的 大家都知道 菠菜 含铁很丰富 辣木叶 原来 含铁质量 是三倍 嗯 好了 那 刚才也提及 母乳方面 如果 辣木叶 是可以很快 增加 母乳的量 营养方面 很多地方 尤其婴儿 暴雨的母亲 都会用这个 做一种 营养補充剂 因为 辣木叶 含有多过90种的营养 以及46种不同的抗氧化 所以 其实 很多很多的 营养的食物方面 这个是一个 很难给得到的 那 辣木叶 本身 可以新鲜吃 可以煮了 或者很可能 就是 当一种 磨了粉之后 就可以 再用 就是 储藏成 很多个月 是不需要 冰箱的 而且 它的营养价值 也不会减低 所以 很多地方 就是 比较贫蓬的 国家 当我们认识了 这个工具 很多外国的 所谓的 非牟尼机构 就会用 辣木叶 去处理 这些地方 人们的营养问题 好了 癌症方面 原来 辣木叶 是可以 帮助一些 有 指 卵柴癌 方面的问题 卵柴癌 的成因 大家都 可能 都是因为 遗传 亦可能是 环境的因素 原来 原来 辣木叶 本身含有两种 化学成分 一种 我们叫做 Isophiocyanase 是叫做 二流清 清酸 莓 Isophiocyanase 以及 Glucosinolase 是叫做 榴代葡萄糖 金 这两种成分 原来 是可以 对付 卵柴癌 也可以 消灭 这些 癌细胞 是可以预防 他们出现的 新的 继续 成长 原来 辣木叶的 营养補充剂 是可以平衡 荷尔蒙的 你知道 通常很多 这些 卵柴癌 都是因为 我们的痴激素 荷尔蒙 这些不平衡 导致的问题 在孕妇方面 那 那 木叶是一种 对 怀孕的 代产的妈妈 是一种 很好的营养 包括 有铁质 和钙 这些 是比较容易 吸收的 我知道 在怀孕 和暴雨 的女士里面 钙和铁 往往 都是有点 缺乏的 那 我们 和 纳木叶 就在所说 就是对 那些 妈妈仔 喂奶 那方面 是可以供应 妈妈奶的 营养质素 和量 都会增加很多 好了 蛋白质方面 原来 纳木叶 是 蛋白质的 比例成分 差不多是最高 在植物方面 是比较高的 有很多必需的 安基酸 都可以在 藍木叶 找得到 而且 发现 藍木叶的蛋白质 分量 是两倍牛奶 好了 藍木叶在性方面的功能 也都可以帮助男性 处理不举这些问题 那些种子 是有一种 催情的能力 那 就算女性用 都会帮助她们 性方面的一种刺激 好 好了 藍木叶的油和叶 是可以令到 我们美化我们的皮肤 很多时候 那些人 就是 女士 就是经常来到 就是用这些油 来做护肤 会减低 脱脂润 和营养我们的皮肤 我曾经所说 藍木叶 给我们很多精力 很多 energy 很明显 是帮助我们的 运动之后 或者粗劳之后 那个 我们的肌肉 那个 康复回来 得快点 很多 那些练武术的人 或者那些 所谓 职业的 运动员 的训练 他通常都会 用这个 藍木叶 是加强 他们的 体能 的时间 令到他 皮肤 肌肉 就没有那么容易 疲累 和这一节 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 自然疗法与你 哎呀 你轮转 你风湿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刚刚买了 一个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通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 哇 这么好的 那就买多个 分享一下给二婆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创二健康店买到 电话 288248400 网均是 3w.h-e-a-l-t-h-s-h-o-p-dot-com-dot-h-k 欢迎回来 愿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辣木叶 刚才原医生提到 原来辣木叶有很多功能 那还有没有其他呢 好了 另外原来 在印度的阿余弗里的医生里面 他通常是用在处理那些 那个肺羊 肺羊 或者消化那些毛病 原来过去几百年 应用在这一方面 有几个研究 就发现了 这个的 林木叶是对肺羊 有显著的帮助 原来辣木叶 可以帮助我们的微血管 抗痕这些 幽默罗旋菌 这种细菌 好了 辣木叶本身 也有充满维他命A 原来维他命A的成份 是 竟然多过红萝卜四倍 所以 这个是对付所谓 眼盲 这个问题 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好了 那辣木叶也是一个 含有维他命C 很丰富的 原来 他维他命C 那个含量 是差不多 是 橙的七倍 多过七倍 好了 还有一个东西 我相信大家听到之后 大家都很想用 在减肥方面 原来 那辣木叶是可以加强我们的生存代謝 亦都可以促进我们的体重减磅 那辣木叶本身就是低脂肪 营养价值非常高 他也有很多很多营养素 所以 他用它 就可以减低吃很多其他 加弩利高的食物 而且 他的能量的补充 不是用糖那种方法 所以 他也会帮助我们的体重 你知道 除了很多简单的能量 他用糖就可以了 但原来不是的 他可以帮我们减磅 和增加我们的生存代謝 所以他解释 为什么运动员会觉得他有帮助 以及 为什么他说增加我们的体能 好了 最后就是辣木叶对皮肤那方面很好 任何的刮伤 刷伤 或者疹 或者皮肤的老化 其实都可以用辣木叶来帮助 原来辣木叶真的有这么多功能 就是生命之处 那究竟我们如何服用 市面上 又是如何提供的呢 那些疹根 我们有时候会见到 辣木叶有一些是 就是那些胶囊装的 那这个很容易用 是不是 也很容易消化 那因为 这个枕可以用 就是吞服 一个capsule 那样 那当然 好的 产品 应该是 只是一种 新鲜的 就是 唇的 是没有经过处理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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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 可以用叶的方法 那 那 那 如果是 一种 用来一种 当沙律 那样吃 那也都可以用一种 冲茶用的 那你找得到 可以用一种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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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 这些 我们就叫 benoil 那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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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Youana jeszcze 全部 傅传的时间 是很很短 的 通常是两三个月 除非在冰柜里面 或在冰柜里面 亦都知道他们很强调用黑色的津装 不会被一些光合的作用破坏 但纳木耳油不是 原来它真的能处存很久 而且味道不会变益 因为原来它有一种油 一种酸叫做Bahinic Acid 二十热软酸 这就是导致油储存很久 而不会益 通常要保持纳木耳 用一些叶子收成后 在低温烤干它 令到叶子本身的营养素 不会流失那么多 干了之后 这些叶子可能会磨成一些微小的粉 便会容易包装 容易饮用 当然如果你有机会 真的接触到这些叶子的时候 通常一种做法 先将叶子用水喉洗干净 之后 接着就可以拿那个煮 大概轻轻地煮 大概一分钟 接着就拼干了些水 这些叶子就可以封干它之后 可以放很久 直到你要应用的时候 才需要这样用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纳木耳 其实是一个这么好的营养素 这么好的食物 我相信香港一般的人 可能过去都未曾听过 这次大家有机会第一次 就认识了 Moriga Leaf 这个纳木耳的功效 多谢袁医生今天的分享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 如果想重找回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